阿姊你知道香菇怎麼叫嗎 那你知道龍哥怎麼叫嗎 我怎麼叫 這個床上再告訴你 嘿嘿 我跟你們說 我真的很常來宜蘭 今天我跟龍哥還有親師呢 約 他們說要教我釣草蝦 因為其實我會釣蝦 但是我其實沒有真正的去學過怎麼樣釣草蝦 然後現在是先跟他們約吃飯 然後吃完飯之後就要去學釣草蝦了 認真學 雖然我每次學一學就忘記了 因為草蝦每一年我們都差不多會來宜蘭釣個一到兩次 然後今天是真的想說想要了解一下到底 為什麼別人釣草蝦都那麼厲害 我釣草蝦都那麼爛呢 所以待會就問問他們吧 走吧 我們來去海世界 這間我之前沒來吃過啦 對 然後就是親師約在這間餐廳 聽說這間很厲害是不是啊龍哥 不錯 為什麼會想說要約這一間 來吃哈記吃那間 真的假的 所以是真的很好吃嗎 不錯啊 我要跟龍哥講笑話 我們PK講笑話好不好 不要不要 為什麼 因為你又要從前從前 沒有我這次有新的了 你要聽嗎 真的真的 你知道香菇怎麼叫嗎 我知道 咕咕咕咕 咕咕咕 那你知道龍哥怎麼叫嗎 我知道 咕咕咕咕 哈哈哈 吃飽喝竹柳 好飽喔 其實我中午就吃超飽了 然後現在吃覺得有點太飽了 對然後我們等一下準備去龍來釣草蝦了 那我們就出發吧 嘿嘿 我們到了 現在正在弄縣組 然後我要看他們的縣組怎麼弄 因為平常 是我們自己本來就已經有自己的縣組了啦 然後因為今天是想說來學一下 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來了解一下 這是正常標準的梅花溝 市面上買得到的嗎 很難買人家訂做的 這個是要訂做的 我還以為去那個釣具行就買得到耶 這是幾分的伏標啊 兩分 百分 這個就是配重喔 對啊 可是這跟我平常看的配重不太一樣耶 對啊 上面這一個是什麼啊 這是九字鉤 九字鉤 可是隨時可以換鉤子 它上面真的是一個九 很像回溫針 可是它長的是一個九的形狀這樣 對 然後下面這個是它的 千片的配重 那上面這黑色是為了要擋住這個九字鉤嗎 可是隨時可以換這個水瓶鉤 換起來那個就鉤住 它就變成水瓶鉤 換了 所以我們水深量到哪裡啊 那我看你調到你看的鍵比較方便 看的鍵比較方便的是什麼 現在在哪裡 現在都看不到啊 所以現在是還配太重的狀態 難過我想說伏標去哪裡了 好美的天秤 之前沒有看過這天秤做這樣耶 好看喔 這幾公分啊 13 天秤的大小有什麼差別啊 角度喔 對 90度是最好的 90度裡面的時候 它不會悄悄白 可是這個已經大過90度了耶 對 我們大部分都掉100度 阿訊到這個這樣打 比較好 比較好打 我可以調這樣給你 你看 立馬調角度喔 對 怎麼會這樣不會變形嗎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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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像這樣子掐喔 對啊 然後再把它拉回來這樣 對對對 不會不會有拉壞啊 用拉的會壞掉 這樣就好了 這隻給妳 好 這隻給我 好 漂亮嗎 好漂亮喔 我覺得好像微微在移動 但沒有洞很大 幹 怎麼樣 這個線好繽紛喔 剛剛那有在洞的算嗎 信號來了 信號 辣 用力辣 太小粒了 蛤 這樣還太小粒喔 對 都沒有啊老闆 幹 對面起蝦了 我的蝦咧 開始 到處亂找蝦 打到了耶 好像有號喔 你看 又翻車了啦 喔原來是腳喔 好可憐 靠腰啊 還好說要暴力 我覺得好難挑 靠北 我已經跟他斷線中 沒有還沒有連接起來 你知道嗎 泰國蝦 還不會釣的時候 會覺得很好吃啊 會釣的時候就 我覺得吃得很膩 然後草蝦它是剩在 比較嫩 因為它蝦體小 就是肉質 它如果煮啤酒蝦的話 就很好吃 把他頭丟掉 他會咬人 頭要留著 他頭最硬 頭最硬喔 最耐吃 可是他都會咬我耶 很適合 他會咬你耶 直接把他咬回來啊 靠腰啊 幹 為什麼大家一直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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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還沒尻起來 為什麼還沒尻起來 為什麼我打不起來 我現在要快 要大力 很大力嗎 可是我每次打 就打到上面去 我們會把線繃緊 我們會流線 這樣子嗎 大概這樣子 八分線 它有跳動的時候就打在那邊 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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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號耶 我是蠻牛 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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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打 有號啊 不好打 我覺得沒有到想像中的這麼頻繁 不要跟我搶我的耳啊 管我 什麼意思吧 跟他把耳勾回來 A few moments later 我的耳都被我甩 甩 甩完了啦 好鵝喔 炫 我覺得蟲蠅都還比海蟲可愛多了 所以我要養蟲養肥的釣魚嗎 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抓蟲蠅 誰 誰要交我釣 這個這個這個 真的嗎 來來來你來你來 好有號 有號 打 打 你會愛靠北嗎 嗚 嗚 嗨喔 我看有時候你會動一下耶 對啊 放它不動它真的不太會緊緊 真的假的 一定要逗它一下就對了 欸欸欸欸 欸欸欸 第一隻吃得很深耶 哇 今天幹話沒有很多 沒有幹話沒有人要看 靠 欸欸幹 我的蝦飛走了 欸欸幹 欸欸欸 沒幹話怕你們不習慣喔 怕你們覺得我太有氣質 所以我本來就滿有氣質的 我是不說話很有氣質 只是一開口就很親民 阿傑什麼 你是什麼表情 我講外國語 對對對 教各國語言 阿傑你知道香菇怎麼叫嗎 咕咕咕咕 那你知道龍哥怎麼叫嗎 咕咕咕咕 又開始咕咕了 咕咕就起蝦 蝦子怎麼叫 蝦子當然是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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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叫 這個床上再告訴你 對我都幹幹叫 不好意思 聽起來好像滿有道理的 越拉越順了 有蝦就是這樣子啊 有蝦 這隻超大耶 嚇死人喔 真的很大 應該是我這一年多來 釣到最大的草蝦 龍哥要不要沒怕 龍哥打飄在半空中的蝦 龍哥這樣算刺蝦嗎 算啊喔 又攔截 又攔截 到底為什麼你可以一直攔截 我也要 這樣喔 重點是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蝦啊 啊 重量喔 我沒感覺有重量啊 我一直覺得我手好重 喔 下次來了 看 一直在泡泥粉 下次來了 下次來了 什麼勾 沒有 沒有勾到的啊 沒有勾到啊 我真的沒有看到有蝦啊 你們怎麼看得到的啊 找到了 太早打了 欸 我覺得我應該要在水面上 再下去一丟丟 你應該水面跟它不掉上來 靠搖 然後跑走啊 怎麼打呢 你看它 它抱住我的耳了 看 它會彈走啊 它是抱住而已 它沒有 它沒有出進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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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靠 沒有一直扒起來的啦 好煩喔 我扒不去啦 龍哥 我們叫的差不多了吧 我們叫的差不多了吧 我們叫大概兩千隻 綿綿槍槍槍 善可善可 我去洗洗睡 我累了 我昨天一整天沒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可以騎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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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